确实,从造型上来说 从小时吃到的生日包 真的不太像 但味道完全是小时吃的生日包那种味道 这代我没得吃 炸鱼皮 你吃这么多,肯定热气 好过吃薯条 也不是的,你不要吃这么多 好啊 Hello,Hello,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今天又是我和老婆去喝茶买菜的好日子 播了几集帮观众找屋 我们都很久没去喝过茶 因为国庆节假期那些时间搞到乱了 我都不记得上一次何时去喝茶 这个钟数就差少少,够8点 今天我们就去荔湾湖周边 我们一家没去过的茶楼喝茶 大概的位置就在仁威古庙旁边 我们现在就穿过半堂村走过去 不过呢,今天就应该不会进去公园了 因为老婆偷懒了,没有厌核酸 现在呢,进入公园 全部都是要72小时 核酸报告才能进入 好像这个政策做到11月底 它不是长期的 有一段时间 我想不到村里面都有早餐买的 这些都是服务附近的 那些打工仔 又有同学仔在吃 又有上班族 我看到那档牛腩粉 好像挺好 这里就是拉大肠粉 大大盘肠粉 在潘鱼才能看到 其实在泥湾居不常见这种 那些阿姨这么早来卖鱼 是的,这里是有个市场 不过呢,它变了旅游景点之后 其实那些卖错的档口 所剩无几 只剩下几档的 大家看看 城管一早就来了 它按本知办事 它按规矩办事 还跟街坊有谈有谈 没办法 是这样的了 好,那我们又来到仁威廟 再前一点仁威廟 往右转 我们这么早过来 应该有位了吧 那这个茶楼呢 据我所知 反而是附近几个茶楼 最紧张的 挪位 一方面可能它够便宜 因为呢 它早上好像有 7-6点多的点心特价 第二 就是呢 它里面 相比之下 好像环境小一点 但是装修也是很精致 这里可以出的 老婆呢 在研究那些 池水 湖水 都算湖水 在黎湾湖 有多清 哈哈 废话少说 我们快点去喝茶 那里呢 很多街坊 市民 霸位 正前方 仁威廟 不过这个钟数 还没开门 多好看啊 光打下去 这个钟数最好看的 我刚才看到道长上班 他也是拿着早餐进去的 道长 道长就在这个位置 他也是上班 打工仔 是啊 哈哈 就是这里了 咦 晚市更便宜 6.8折 早茶应该是 这个 8.5折 8.5折 还有这个 今天是星期几天 今天应该是星期三 这个 有凤爪 凤爪 试试凤爪 十三折 里面都可以大 里面 有两个厅 这里还有二楼 二楼 我们不上了 这里还有一个位 再走前一点 看看吧 好 终于找到位了 刚才呢 差点我们去了湖景卡座 湖景卡座是十元位茶 至于我们坐这些普通位 好像是四元 不过呢 再晚一点就没有位了 又来到眼花聊天 独餐牌时间 首先呢 这个茶楼叫 御品名点 总茶是从七点钟开始的 然后全天茶市 厉害呀 这里又说到 厅茶 即我们现在坐的位置 六元位 湖景卡座十元一位 再来下星期六日的点心 都是贵一元的 接下来还有这个 除了广州这一间分店之外 原来还有两间分店 竟然是在成都的 是成都人开的 不出奇的 老闆是成都的 留下来看看有什么吃 可能照顾到附近游客 比较多的原因 它大部分的点心 都是有图片在上面的 即是你说如果广州那些老茶客 你用什么图片 看名字 你已经知道 但是呢 这一点挺好 不错 第一个 这个就是今天的特价 XO醬山椒蒸鳳爪 我们决定点一份 因为我有少少伤风 所以就决定吃一碗粥 我们选一碗什么粥 老婆说要是白粥 当然是不好 要是皮蛋小肉粥 要是鲜白盒山药粥 这个不常见 所以我们要试试它 养生鲜白盒山药粥 这个粥未计打折 是顶点17元一份 再来 还有刚才 给我们找到这几次喝茶 都很想吃的 就是生肉包 这个生肉包 就是这个 老婆说是马拉高 在这里有生肉包 当然试试生肉包 尤其这几天天气转动 当然试试姜汁生肉包 再来我们有几次都吃不到 试试这个淮旧沙翁 有就最好 如果真的没有 那就换其他样 枝虾饺 这些 我们这次就决定不吃了 如果没有沙翁 考虑一下 这个也不错 我刚才看到几围台的客人 都有点到 龙家手打铃鱼球 除此之外 他们还有很多包点 比如叉烧包 金油餐包 这个也是不常见的 通常我们出来喝茶 都是点两款常见的 点两款比较新态少少的 小龙包也是有的 再来还有这个上面 菊花干精 够胆使用菊花 其实都应该买相是不错的 而且看起来 一二三四 足足有六粒 这边比较有特色的就是 这个 日式青街三文鱼撻 哈哈 真是搞笑 日式 即是芥末 三文鱼 应该是熟了的 放在一个撻上 再来还有这个 始终是外山人造老板的茶 特色炸辣椒 通常在其他喝茶的地方 都是看不到的 至于上边这些 都是一些相对比较传统 喝茶都会有的点心 再来还有这个 三拼饺鱼鲜头 也有考虑过 不过考虑到我感冒 所以算了 哇 食物都送上来 非常幸运 他们是有糖沙涌的 我们去过几次 那些茶楼都没有 至于我 就主力吃粥 这是淮山粥 我这些感冒最好 这些应该是粟米 这种应该是淮山 这些粥是好人都吃不坏 粥已经冷了一会儿 试试味道 今天喝完全部都是适合我吃的 除了糖沙溶醋热 我们刚才问过 原来鳳爪是10点半才有特价 加之鳳爪有点辣 所以第一时间就淘汰了 就变成精粮鱼球 看见蒸鲜桶也有吃 试试一下 只有两个字 健康 这是甜粟米 山药 这个山药 还未试 还有百盒 百盒 也是有的 暂时看上去 其实里面的尿都挺多 尤其这些粟米 一粒一粒黄色 真是够健康 再来粥底 粥底是够稠的 不是稀的粥底 也是我们讲虎粥底 粥和沙涌 其实是同时间送上来的 沙涌可能会做好 我摸过就不太热 沙涌是淺尝即止 第二个就是这个 近期都想试的生肉包 先放置 有点燃热 我再吃一口粥 再说 足够健康 他们这些淮山 不是说很软 煮到 是有咬口的 又未至于爽口的那种 估至于百盒 我不用说 都是正常味道的 说实话 在外面 是否很少会有淮山 这些剩下的粥 都是属于我的 健康 挺健康 这一周 这碗仔 是很冷的 这些大碗 剩下都是我的 再来 试试生肉包 我记得以前小时 常常会吃 保光流的生肉包 刚刚蒸好 挺漂亮的 而且 我以前吃的生肉包 其实没有那么大 做型很好 先剁开 里面 这么大块肉 比我以前吃过的肉 都要大块 以前吃的30包 很小的肉 大概就这样 尺寸 但是是圆的 里面的肉 很小 这个就很大 先吃一下这个 没有餡 吃到这个阶段 我先不讲味道 我只是讲份量 唐山翁炸 煮到大 未吃人不知道 这包这么大 这粥粥 不是说只有8分 是9分 味道9分半 我这碗已经是第二碗 老婆吃了两碗 这碗 起码还有一碗 5碗半 我身体没问题 最主要 就是多喝点热水 喝得多 凍水 多吃点粥 就好了 在这个时候 就试试生肉包 这个肉 生肉包的肉 是这样的 我们小时候吃到的 生肉包 小时候的肉 没有那么大 我咬过 它是会有姜汁 会有芫荽的味道 姜汁是很重要 很重要 小时候吃到的 生肉包 全都有姜汁 咬过也要拍给大家看 老实说 它刚刚上来的时候 我看到这么大的肉 会觉得 会不会不像 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确实 从造型上来说 跟小时候吃到的生肉包 真的不太相似 但味道 完全是小时候吃生肉包的那种味道 还有一段距离 还有一段距离 老婆说 这个生肉包 容易跟小时候吃到 那间酒楼 连哪间酒楼 已经说不出什么名字 是有段距离 不过 吃得到已经很好的 哇 够了健康 生肉包 吃到这样 不跟大家说 刚才说过 开始的时候 我看到那块肉 那么大 觉得它好像有戒心 会不会 是那些 好像 没有那么传统 但是不会 我认知 这三个包 没错 里面的肉 绝对不会像牛肉丸 那样弹牙的 散散的 它这个 是紧实 但是 德黎 又不会散 不散 那些肉 又不会很死死实实的 死死实实 咬下去 你会吃到每一种 配料的味道 尤其那些姜汁 我很喜欢 好像这大份味 是最好的 真的 跟我小时候 很好吃 没错 已经是好处 但是不是最好 跟我小时候 都是我小时候 吃保光流的 哇 又是这么大份 刚才我看到 旁边的桌子 已经是这样 又是四粒 刚才没有那么清楚 是不是这么大粒 现在再看清楚 这些色水 多漂亮 嗯 我继续吃买粥 会黄的 会没有那么新鲜 没有那么青 为什么碰这些 很有可能 自己打的 这些鲮鱼 从这个角度看 是不是弹一下 快点刮下去的时候 不会有那种 很难刮下去的 那种感觉 一路吃粥 一路吃鲮鱼头 嗯 鲮鱼头 我已经吃过 应该是 里面自己 师傅自己做的 最重的味道 第一 就是有鲮鱼的味 就是鲮鱼打碎了 之后 是会有少少骨碎 是会有少少的 第二 鲮鱼是有一种独特的 腥腥的味 但是如果没有了那种味 就不好吃 千万不要 又说 煮些姜 下去 再来 最厉害的就是 里面的芫茜 味 我都吃得出 是有少少的 沙打粉 如果没有 可能没有那么淡 没有那么淡 最后 我来试试糖沙翁 挺脆的 它是第一个食材 放了一段时间 仍然是脆的 由于我吃了这么多健康食品 现在可以吃糖沙翁 哇 很美味 那些 是幼的沙糖 铺满表面 和 超级松脆 哇 这些沙糖 正在炸起来 嗯 它是没有油溢味的 不会有油溢味的 蛋味更痛 Hello Hello 我们吃饱饱了 最终埋单是$71 打完折$71 便宜了$15 因为有八五折 是的 在这条路 或者说 黎湾湖附近 有很多茶楼 能够在这里 纳烛得到 总是会有它个人之处 比如说 有些是讲情怀 有些是吃环境 有些是吃味道 又或者是经济实惠 我觉得它们在这里 就算得上比较经济实惠 因为呢 它的份量真的很大 而且 食物不适合 不会说 有些做得很适合 它又不算很飙青 很飙青的食物 不是飙青到 哇 其他地方没吃过 总是找到 少少少 那么一点而瑕疵 但是 真的值得这个价值 一来到这里 又见到提子 它每次见到提子 都是要买的 你女儿也喜欢吃的 我也喜欢吃 那就是 这块够什么 够熟 我们通常看提子 都是看它够不够熟 这块好像熟了些 这个太小了吧 不是很熟 有点酸 酸不怕的 提子我不怕酸的 我唯一接受得到 一样酸的就是提子 就这样 茶有点酸的 刚才我们喝茶 那种山药就是这个 不过太好卖了 卖了十元一斤 比如这一间 大概早四五年前 还有工作 不受食客欢迎 那便没有了 这边喝茶的市场 真的很大 我们今天 就会去龙津路市场 都有一段时间 没有回到龙津路市场 又走走走走走走 但是当时有很多人 大众面馆 上次就来这个 不过不是这间分店 还有上次我们经过 买过的 叫做 马蹄糕 马蹄糕 前边也有 不知会不会买 上次买了之后 让我吃完 很好吃 这一档就只是买 马蹄粉 多少钱 割粉也有15元 马蹄粉也有30元 现在是5分钟 马蹄糕 我们又来到这里 看到这只猫 这只猫很凶 听讲话 你看它 你看它 滑桂桥 在龙津路市场 今天应该要再买些蔬菜 因为去万寿路买完 又吃完了 很多人很逼劫 也要买的 这里有淮山$6 河南省淮山是最美的 这种是幼的 至于隔壁那种是比较粗的 据说比较粗的就没有那么美 幼的才美的 他又决定买大杂蟹 不过我不能吃8元 上次试过也是不死心 不过我没得吃就不理他 8元再便宜些 之前的歌技码在选择 5元鸡 5元鸡的小一点 出不了手 这里我买鲁鱼滑 鸣鱼丸 23元鸡 鸳鸯滑也是23元 大多数都是23元 还有这种 香葱鲁鱼滑 每次我们吃的鸡鱼滑 都是23元 这袋看多似 买了鲁鱼滑 早餐又吃鲁鱼滑 中午又吃鲁鱼滑 还有炸鱼皮 50元斤 因为它很轻称 50元斤 其实我们买了12元 待会出市场再看看 这里是室内 那些排骨 多少 32元斤 每次都要减少 这些排骨 很可怕 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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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想出去市场发现 18元一斤和田烧鸭 阿姨也说这里很香 对吗? 闻到香 斩一个下装 一层就买了这么多 有猪骨、鲫鱼、烧鸭、葡萄 现在去买菜 应该就差不多了 不过在菜当中就很辛苦 又来到最热闹市场 超厉害 全部都是卖菜 其实里面有卖鸭 全部都塞了 还有翻桌 这么大 三个半 遮住了看不到 真的没办法慢慢突舍 很难得 终于抢到位置卖菜 看看选择什么好菜 生菜 好 我想买冬瓜 终于在这里找到冬瓜 过三文钱 好像之前在这里买过的 3、4斤 3、4斤 3、4斤? 没所谓 我拿来用冬瓜 最后买到了 四个七斤 四个七斤 矢冬瓜 最后买到了 四个七斤 矢冬瓜 这个好像比较好 比较好 比较好 刚才我们在这个市场出来 超级热闹 超级热闹 拍都拍不到 新鲜羊肉 没有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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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叫灌水 新鲜羊肉 够了 虽然天气转凉了 差点想出手买了 刚才见过三十元 这个比较贵 这个比较贵 它叫干水羊肉 比较好吃 比较贵 自然价格也比较贵 接下来最后一个环节 我会跟老婆去买鸿 中午吃饭 如果不喜欢 盐里面市场太低 都可以在这里买菜 不过这里选择少一点 大家看看 我们就真的买菜 买到 那一盒烧鸭 都已经拿不够了 哎 确实龙真路市场 花款多些 新鲜些 价格都便宜些 最重要那三样东西都齐了 唯独一样 就是逼洁一点 这个很正常 逼洁一点 多街坊过来买自然碧劫 再来 如果想买猪肺 前边有一档 这条路走出去 已经是土兴行 土兴行大家都应该不陌生 看看这里 猪肺 它每天都有 今天又洗干净 而且是洗干净白色那种 这条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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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回到这里 白卫 买云吞 上次试过已经是挺好的 这里还有果精总买 22元 两只 怎会交关 这条路上 买了 这一袋云吞 我们也是时候要回家 走肚兴行 肚兴行 肚兴行 你看 买到 这条路上 提子 也要拿着 生菜也要拿着 放在这里 一摘 就不用吃了 回家 云吞 手拿 给鱼皮 鱼皮看 鱼皮看 鱼皮好像很棒 我没得吃 这一袋 我没得吃 炸鱼皮 你吃这么多 肆热气 好过吃鱼条 好过吃薯条 都不是 你不要吃那么多 而且这一袋 我们买的鱼皮 叫我老板 好像是12元 不是10元 是12元 他说是50元一斤 一斤 连接鱼鱼画 给了32元 农村路市场是挺好的 选择又多 又近家 走去前边 坐地铁 乘家子地铁站 一会儿回家 如果西村站 开卖更好 可以在那里 一转线 5号才回家 为什么我们每次都要来这档 买云吞 其实是这样的 买菜 我们未必会固定 真的要看菜是否好 冬瓜 那一袋是否好 那一袋是否好 都是有原因 但是至于云吞 这些 通常都会回来百惠这一档 这一档是开了很多很多年 我又忍悉再说一次 之前我没开始过频道 也拍过片 我当时来龙津路市场 当时它百惠已经在 那你可以想象到 有多久的历史 我们也不可以数 以前 我不记得那个年代 它里面那些肉 是很少梳打粉的 是吃不出的 吃不出粉味 但是还吃得出有肉味 如果你觉得梳打粉 它会有那种 甜甜的 爽爽的感觉 不太喜欢 不然再等五香粉 不必了 因为你爱营 他肯定的就算了 要不要看 你好 不太是 我的东西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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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